原則上它是利用1060的波長體外 然後去利用加熱的方式 達到我們所謂皮下的脂肪層 那脂肪接受到這個熱能之後呢 它就會產生一些變化 產生熱摔結跟凋亡的作用 凋亡之後呢 再經由我們的淋巴系統 去做一個清除的動作 進而達到就是消止 然後經刁身體曲線的一個部分 那冷凍容紙基本上它是利用溫度 就是冷凍 我們的脂肪細胞也是會受到影響 那它沒有辦法正常的循環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凋零 凋亡之後 它就也是經由身體的正常代謝 可以把它代謝掉 那跟現階段非侵入性 就是非侵入性的雷射溶脂不一樣的是 我們在做冷凍容紙之前 它有一個堆蛋糕 就是所謂堆脂肪的動作 它要讓這樣的溫度作用在這樣的脂肪上 我們必須把那一塊脂肪 能夠用負壓吸吸它才有辦法作用